这是女人溺死前的死亡现场 就在四分钟前 阿莱西亚挑战自由潜水103米 仅需四分钟的世界潜水纪录 挑战一开始都极为顺利 阿莱西亚按照计划缓缓地下潜 随着海底深度地增加 光线越发地昏暗 此时阿莱西亚下潜的速度极快 已经达到了每秒两米的速度 穿过黑暗的水域 它平稳地到达了自己的指定目标 水下103米 成功触底之后即刻上浮 玩自由潜水的都知道 下潜容易上浮难 极快的气压变化可能造成肺部瞬间炸力 经验丰富的阿莱西亚 在马上浮出水面的时刻 竟然出现了短暂的昏厥 安全员此刻立马举着她的头颅将其带领 为此阿莱西亚也差点指名于此 而阿莱西亚打小就是个情女子 在14岁的时候 她就参加了一个海上自由潜比赛 比赛时 选手要将一块50斤的配重时 缠在腰间直接跳船而下 而还未成年的阿莱西亚 只是浅浅地吸了几口气 毫不犹豫地就抱着石头跳了下去 阿莱西亚屏住呼吸 飞速下潜 其实阿莱西亚参加这个比赛 就是想知道自己到底能下潜到多少米 然后阿莱西亚顺利上 此次自由潜阿莱西亚成功下潜到了海底52米的深度 可意外还是发生了 一个未成年的少女 竟然可以深潜到如此深度 自由潜联盟立刻发表声明 禁止未满18岁的未成年参加正式比赛 这无疑给了阿莱西亚致命一击 这就意味着阿莱西亚无法在正式比赛上征战 此刻14岁的她 距离18岁还有5年 可她始终没有放弃日复一日的练习 在度过那难熬的5年后 阿莱西亚终于可以在世界自由潜界大展拳脚了 即便自由潜极度危险 很多自由潜的前辈都差点断送了自己的小命 一些濒临死亡的救援场面更是令人毛骨悚然 但这一切都无法阻挡阿莱西亚追梦的脚步 她曾扬言自己根本不怕死 从来没觉得自由潜水会导致死亡 阿莱西亚必定是要创造世界纪录的奇女子 她准备挑战蓝洞自由潜104米 开始一切顺利 她保持匀速的急速下潜 可意外还是发生了 阿莱西亚没按照预先的时间内成功上浮 水面上的朋友和安全员都很着急 因为大家都不确定阿莱西亚是否出了意外 此时史蒂夫下潜去救援阿莱西亚 却也造就了日后更令人痛心的悲剧 阿莱西亚被史蒂夫成功引导上岸 他也成功打破了103末 成为了蓝洞自由潜水104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自此阿莱西亚和救她的男潜水员史蒂夫成为了男女朋友 但这一切的美好和荣誉 都将在2017年7月22号 挑战达哈布拱门时彻底梦眠 第一位穿越达哈布拱门的是维塔利亚 她当时是穿着单脚谱穿越拱门的 而阿莱西亚为了证明自己是世界上最牛的女性潜水员 决定不穿脚谱穿越拱门 这无疑是极度危险且致命的 挑战达哈布拱门 原来的计划是由阿莱西亚 攀着绳索下潜到水下52米 进入拱门平游30米 等他到了拱门的另一侧 男友史蒂夫就会在牵蚁绳的地方等他 然后带他上浮完成挑战 可就在正式挑战那天 阿莱西亚按照计划顺利下潜 男友史蒂夫下潜却晚了10秒 这就造成阿莱西亚没能在预先的位置 看到男友史蒂夫缺少了上浮的引导绳 两人前后相差了30秒 导致阿莱西亚在海底彻底失去了方向 随即赶到的史蒂夫 意识到女友阿莱西亚必须尽快离开海底 不然就会丧命 于是他急速离开引导圣 朝女友阿莱西亚方向游去 顺利将其拖出水面 而自己却丧失了意识 生命终止在了39岁 然后自由前借喜欢史蒂夫的人们 集体捧着鲜花 下潜水底憋气39秒 以此纪念逝去的史蒂夫 而这张照片清晰地记录了 史蒂夫就阿莱西亚的全过程 这也成了阿莱西亚心里永远的痛 他也表示自己愿意一辈子和史蒂夫在一起 意外之后 阿莱西亚更加地努力拼搏 2018年自由潜水锦标赛上 26岁的阿莱西亚 打破了深海自由前107米的惊人成绩 刷新了世界记录 这也是阿莱西亚首次谈论 自己下潜深海百米全程的感受 阿莱西亚表示 越往深海下潜 水压就会将自己肺部的氧气缓缓地给挤压出来 直到肺部变成只有一个拳头的大小 当下潜超过30米水压就会压着你 把你往海底拽 这就是自由潜过程中的自由落体阶段 那种感觉就像在空中飞一样奇妙 深海无比寂静 急速下潜会使得你立马炉内高潮 而上浮100多米的深度 相当于70层摩天大楼的高度 越往水面上浮 就越需要更多的氧气消耗 因为你是逆流而上 上浮所消耗的氧气是巨大的 这也导致你会在接近海面的时候 大脑由于保护机制而短暂地暂停 要是抢救不及时就会出现脑死亡 这就是阿莱西亚拼搏且悲惨的故事